武漢肺炎下人人致危 超市貨架出現電影中打仗才會出現的情況 麥芽至日前就貼出老公張永康 捧著一條刺紙等等日用品的照片 還笑然這些事都得來不易 他形容一開門的人好像喪屍般衝啊跑啊 他說不忍心摧毀自己的形象 所以沒有喪跑 下午他好頹啊 但為了全家人的幸福 同日下午張永康就再次出擊 皇天不負有心人他們終於買到一條刺紙 張永康還很開心地說不需要再省著 每次只用兩格刺紙啦